这是执法纪录仪拍下的正能量一幕 视频中一名女子突然跑向正在知情的交警 一边求助一边还在哭泣着 原来是自己的女儿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发高烧昏迷抽搐 还不停地咬自己的舌头 去医院途中又被堵在了十字路口 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交警在得知情况后 立马联系到了指挥中心 自己驾驶着警车 为女子在前方鸣笛开道 从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 正值晚高峰 大家都是刚下班 路上车辆也非常多 想要快速到达医院十分困难 这时另外一辆在附近巡逻的警车 也加入到这场护送队伍当中 而此时车流量实在太大 当他们行驶到一处十字路口时 又被挡住了去路 情况十分紧急 如果小女孩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怕是要有生命危险 这时交警立马上报指挥中心 经同意后 迅速地跳下车去 跑到路口 用力地挥动着手臂 疏通这段拥堵道路 因为他知道 此时时间就是生命 能快一秒就多一份希望 大家也都纷纷避让 被这辆私家车 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 这条原本需要花费 四十分钟的路程 在交警同志的带领下 仅仅十分钟 就将女孩送到了医院 就当交警同志下车 向医院保安寻求帮助时 女孩的病情又一次加重 随后这名交警的做法 更是让所有人都破了房 只见交警一只手抱起女孩 一只手被死死地咬着 着急地朝救助室跑去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最终女孩也因救助及时 在医生的紧急救治下 已逐步稳定